这个男人叫约翰·威克 他曾经是杀手界的传奇 曾经为了一只狗和一辆车 灭掉了整个黑帮 可依然还是有人不怕死 回他的车炸他的家 这部电影叫《急速特工》 如果你没看过 那一定要看看 因为他真的太太太太 太爽了 约翰为爱狗报仇血恨后 重新养了一条狗 生活也逐渐回归到正常 但就在这时 之前被偷走的车有了消息 改装厂老板告诉约翰 你的爱车被人藏了起来 而藏车的人 就是被约翰干掉的 黑老大弟弟拉姆 约翰得知车的消息后 很快潜入拉姆的基地 掐住敌人的脖子 一个漂亮的反手摔 将敌人扔下楼梯 另一个敌人听到动静后 出来查看情况 约翰直接从后方 用钢丝将对方绞死 突然二当家房间内的 电话铃声响起 没错正是约翰打来的 完蛋 约翰在仓库找到了自己的爱车 开车准备离开时 拉姆的手下开着车追了上来 突然敌人的车撞了上来 看到爱车玻璃被撞碎 约翰很愤怒 先开着车撞向骑着摩托车的敌人 然后又开车撞向另一辆黑色敌车 看到骑车逃跑的敌人 约翰直接加足马力把他撞飞 这时又一辆敌车撞了过来 约翰被撞出车外 但他马上站起来和敌人肉搏 分分钟就把敌人干掉 另外的敌车又突然撞了过来 幸好约翰成功躲过敌人也走下车 双方展开搏斗 可这次的对手近战有点强 约翰只能掏出手枪解决了对方 拉姆听见手下的惨叫声 慌了 约翰来到拉姆的房间 倒了两杯酒 把其中的一杯给了拉姆 两人最终选择了弹河 随后开着那辆被撞的面目全非的福特野马离开 第二天 约翰叫来了改装店的老板帮自己修车 然后帮武器和金币买起来 准备过回隐退生活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几天 一个不速之客找上门来 他要做什么 这是一枚灰迹 灰迹是杀手用血许下的承诺 可以帮宿主完成一件事情 无论什么要求 杀手都要帮他完成 这个男人正是以前帮助约翰退隐的桑提诺 他此行的目的是让约翰执行任务 约翰表示自己已经退休了 拒绝了桑提诺 并把灰迹退还给了他 桑提诺被惹怒 骑身离开静止走向车子 从车内拿出武器 对着约翰家 约翰被弹药的冲击力弹出无碗 房子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约翰来到和平酒店 向老板提问桑提诺的行踪 老板劝说约翰 如果不遵守危机规则 就会遭到杀手联盟的追杀 你可以先完成桑提诺提出的任务 然后再为所欲为 约翰找到桑提诺 从他口中知道了这次的任务 杀死桑提诺的亲姐姐 也是科莫拉家族的正统继承人吉安娜 然后桑提诺就能顺理成章的成为整个科莫拉家族的新任掌门 接管整个纽约片区 于是约翰前往罗马 住进大陆酒店 随后就去淘悬了仿弹西服和顺手的武器 晚会上吉安娜身穿环规礼服 出现在会场接待宾客们 约翰也开始行动了 从地下迷宫废机的门 悄悄潜入庄园中 这边吉安娜刚刚和对手谈判完 让手下卡西安离开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他对着镜子整理妆容 突然发现镜子里有人 吉安娜也不是普通女人 见到约翰后丝毫不害怕 知道是自己的亲弟弟让他来杀自己后 一了解自己可能活不了了 吉安娜说 他的命只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 他用发簪划破双臂动脉 全身进入浴池中 约翰靠近浴池 握着他的手给了他最后一丝温暖 等吉安娜失去呼吸后 约翰对着他补了一枪 便准备离开会场 但离开的时候被卡西安认出 卡西安看到约翰的瞬间 立马意识到吉安娜已经发生了危险 两人同时掏出手枪对射 约翰负伤逃跑 卡西安立刻展开追击 约翰跑上舞台 将一名追击他的杀手射杀在了舞台上 会场大乱 接着约翰跳下舞台 一边逃一边射杀敌人 约翰藏入墙后 一个敌人靠近他 突然冲出去将敌人击毙在地 接着又杀死了一个个 前来追杀他的敌人 成功甩掉敌人进入地下迷宫 卡西安来到吉安娜的房间 发现他已经死了 这下完了 千万别瞧瞧 一个退休的顶级杀手 经过一番打斗后 约翰负伤逃入地下迷宫中 桑提诺的手下早已在此埋伏多时 这个女人从约翰进入罗马开始 便一直监视着他的行踪 一群人拿着枪对着约翰猛射 约翰敏捷躲过 抓准时机给敌人致命一击 不一会儿就干掉了一群追杀他的人 逃出地下迷宫 正当他要回到大陆酒店时 一辆车突然冲出来 将他转倒在地 来人正是卡西安 卡西安走下车用枪指指约翰 两人在打斗中 不小心撞碎的酒店玻璃闯了进去 这时酒店的管理者出现 用酒店的规矩 制止了两人的打斗 并建议两人到酒吧喝一杯 在酒吧内 约翰告诉卡西安真相 卡西安理解约翰 但是自己的职责 必须要为吉安娜复仇 便离开了 而此时 桑提诺对他发起了700万的 开放式江湖追杀令 杀手们纷纷收到任务消息 即使知道约翰的厉害 但还是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纷纷蠢欲动 和平酒店内 老板让桑提诺按下手印 解除灰激的效力 桑提诺不屑地说道 约翰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了 然后按下手印 老板警告桑提诺 约翰一定会复仇 约翰出现在纽约街头 便被杀手们盯上 杀手们利用各种身份 伪装着自己 不过他们都太小瞧 这个顶级杀手了 纷纷被解决 地铁上约翰又和卡西安 下路相逢 两人开始展示各种格斗技巧 最终卡西安还是败给了约翰 约翰也留了卡西安一命 表示尊敬 重伤的约翰 找到了地铁站内 伪装成乞丐的杀手帮忙 让他带自己去找丐帮帮主金 约翰和金达成合作 金告诉他 桑提诺的位置 并提供武器 而约翰帮他杀了桑提诺 巩固地位 桑提诺正在博物馆举办高台会议 殊不知致命的危险 已经悄悄来临 约翰顺利潜入会场 桑提诺转头看到他周围的人 都自动散开 双方开展 约翰枪枪爆头 很快自弹用光了 只见他打倒一个敌人 夺过枪继续厮杀 约翰跟着桑提诺 进入镜面市中 跟着声音找到了桑提诺 正准备杀死他时 女手下带着一群杀手现身 约翰已经将 纪念市的规则摸清 将敌人一个个扑倒 女杀手见手下 一个个被干掉了 送走桑提诺 从背后拿出飞镖 准备和约翰决一死战 两人在电梯口 狭路相逢 女杀手拿着飞镖 对着约翰一顿横挡 约翰则是寻找机会 将女杀手狠狠摔到镜子上 他夺过女杀手的飞镖 向他狠狠刺去 女杀手伸出手挡 手被刺穿 约翰加大力量 直接将飞镖刺入 女杀手的心脏 桑提诺为了保命 堕入和平酒店 约翰未遂而至 酒店的管理者也出现 提醒他们 不要在酒店内搞事 桑提诺淡定吃着牛排 并放下狠话 可谁知他更狠 约翰虽然成功复仇 但科莫拉将 江湖追杀令的酬劳 翻了一倍 全世界的杀手 都对约翰忽视担当 而且他破坏了 和平酒店的规则 将受到绝乏 和平酒店和大陆酒店 不再为他提供任何庇护 酒店老板终究不忍心 给约翰一个小时离开 把约翰的灰迹 也还给了他 约翰带着狗 奔跑着穿过公园 杀手们的手机 纷纷响起 他路过每一处 周围的人 都在死死地盯着他 等待着 等待着 这最后的一个小时